蜂蜜味的 果汁味的 这些是果冻 这是冲剂 如果您是女同胞 不用我说您也知道 这些都是啥吧 男同胞估计也能认个八九不离十 您身边的女性朋友 指定有人用过吧 没错 这些就是火了有一阵的酵素 清理素变神 真的要把酵素安排上 媒体秀身尖尿酵素 两小时吧 大概就开始拍电了 基本上都把你好多天肠道里面 没拍赶紧的材料不能拍完 非常适合需要减肥的朋友 减肥痛便 深得女人心呢 那当然了 现在有这俩需求的男同胞 也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酵素果真能担此大任吗 我就是常年变腻 但是也在吃酵素 不过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 杭州63岁的王阿姨 三年前因为变腻开始吃酵素 最近结肠镜检查 发现肠子上布满了黑褐色的花纹 肠子都黑了 还长花纹 这个是不是就叫肠黑变病了 是不是能得癌呀 那我这胶素还能不能吃了 是不是有的朋友觉得 胶素瞬间就不香了 当然了 肠害咱们肩肺肾清的朋友呢 是很少听风就是雨的 都是要种证据的 会思考讲科学的 那胶素到底是能减肥痛便 还是能让咱肠子变黑 咱们一起去找答案吧 健康医生青 越看越年轻 好中医药中医药就选白草艺兽 这里是由白草艺兽中央房 独家冠名播出的健康医生青 我是深深 今天道场嘉宾是来自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 胃肠肿瘤外科 娜迪老师 欢迎娜老师 欢迎娜老师 大家好 友人好 我是袁倩 大家在关注我们健康医生青的同时呢 也要关注一下我们健康医生青的微信公众号 我是曹雪儿 在我们节目的录制期间呢 大家可以关注健康医生青的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联系 胶子变黑变花花 肠黑变病嘛 是不是 咱以前也讲过 大都是因为长期吃泻药 就特别容易引起这种情况 那你说这个胶素不是本身也能够通便吗 那是不是长期吃酵素的话 也可能会变成花花肠子呀 所以你得弄明白这花花肠子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咱们俗称这个大肠黑变病 肠黏膜细胞 黑色素的物质的一个沉寂所导致的 肠黏膜内的这种趋势细胞 突然使得大量还有色素的这个物质 肠子变黑的这么一个毛病 几乎都存在于咱们那个结肠当中 那如果严重的话呢 也会得移到咱们的小肠和直肠 咱们互动群的朋友呢 也已经是闻到了危险的味道了 像这个肠黑变病一般都发生在结肠 那结肠和直肠一样都是大肠的一部分 那像这个大肠癌一般都是结肠比较多 结肠的话一般占到大肠癌发病率的50%以上 结肠变成这个花花肠 那是不是就奔那个癌变是走一步的 再不注意就要出过大问题 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大肠癌它是一种恶性疾病 而这个肠黑变病呢 它主要是一种良性的疾病 肠黑变病基本不会导致这个大肠癌 这颗心呢就可以放肚里了 这个花花肠子是没有癌变的风险的 但是肠子变黑了还长得花纹 它总之它不是一件好事吗 好发于这个老年人 本身变病呢就会导致这个消化不良 营养气候障碍 那么如果再加上这个肠黑变病 那么很可能并发这个像咱们平时的 营养气候障碍啊 营养不良啊 离子紊乱啊等等 我想替朋友问个问题啊 那说这个肠子一旦变黑了 还有这个长花了还能恢复吗 肠黑变病呢一般是可腻的 那么到医院检查 发现了长花病病以后 那么一般停药以后一段时间 都是可以恢复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